中学人 让台湾唱歌 唱歌声 你知道他有关系 他听到王蜜红也没听啊 耿博也没听啊 为什么就中学人的提示 这样再紧一点 或者是中学人跟台湾发生的关系 再紧一点 这样应该可以 OK 好我们再继续往下讲 这个关系要再紧一点 最很好方法版的这个个案 我们就马上可以 从他的事件里面去写一个标准 到底什么事情 现在的时事跟你的产品有关系的 去想一想 每一个人应该要的点不一样 但是方法就是这样 这就是公式 所以事件真的是最新的事情 比如说 嗯 好我们刚刚讲的凤梨书 那到底你的凤梨书跟别家的什么不一样 想过的时候都给他想出来 真的 因为很抱歉 每一个人做产品 我不是做产品的人 我不会比你更了解一些产品 但是你一定能够告诉我一个 你的产品跟别人不一样的故事 因为制造产品的人都对那个产品的感觉 有感情了 所以那是每个人不一样的答案 只要你能够抓住这个不同差异化 你就可以分享 然后与公众的关系 所谓与公众的关系就是 是不是折扣 那他是不是 呃 大众都必须要知道的事情 比如说 现在都有一种什么口底意啊 或者是某一种疫情正在发展的时候 我们家本来用鸡蛋做货植 现在用鸭蛋 没有可能 我乱说的 但是这叫做公众的地益 就是说 如果你的新闻只是为某一刻惹而存在 那不叫新闻了 那这样应该有受 你知道吗 它不是新闻 所谓新闻是 我都大众听到以后都有帮助的 越多人听到这件事情 是会得到帮助 或者是有感觉的 那才叫新闻 我们讲一个事情 就在前几年Sauce 你们才记得那个Sauce病毒吗 当时做了大众封锁的新闻 我记得我那时候 打得到他灯过去 当地的朋友不知道有Sauce 他们被封锁 因为公众党主义嘛 所以他们把整个世界封锁 就这个事情就一直慢一点 很多地方的人开始得到Sauce病毒 可是你知道 如果我们不赶快讲出来 十个份多 这叫新闻 这叫鼓家 这叫鼓螺大众 不能不知道的事情 所以我们当然做新闻 也要有一个道德嘛 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做这个新闻 只是为了某一个人好 那抱歉 他其实那个面量太小 那种大概是在记者身上 胡咬的时候可以做 可是请你的新闻 是真的对大家有帮助 比方说 我为什么 我是一个良心的商人 我卖这个风铃书 不仅是卖好吃 我还卖卫生 卖电汤 卖什么某一种成分 让他变成是你的爱心 酝酿在这个世界中 他就会变成一个好新闻 好 来 我们大家那里 现在几点 十 十点半 十点半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就看到一个半钟 好 那我们看一个新闻影片 我们看这边 看那边 在这边 里面 看右边 中尺 左边 这个就是 左边 右边 这个走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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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